好這個章節呢 延續前面呢我們介紹的IS安裝之後呢 我們先來介紹IS怎麼樣去使用它 好那IS呢我們現在安裝好之後呢 你可以在伺服器管理員裡面 按工具 這裡一個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IS 好這是它的一個管理員 好這管理員呢你可以看到呢 左邊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是它的電腦名稱 登入的誰 使用者 這裡有個應用繩子區 這裡有個站台 那站台底下還有一個呢 一個站台 你已經見好的站台 這個就是呢 它的一個樹狀結構 那你可以看到最上層 是不是有那麼多的設定 對不對 好那 再來呢我們的站台裡面呢 是不是有針對我們的站台 我們看這裡是不是IS 最上層呢是IS的這一塊 對不對 那它的呢也是跟我們 前面介紹的檔案總管一樣 它也是一個 繼承的觀念 由上而下繼承的權限 所以呢在這上層設定的權限 在對底下層 會跟著計程下來 這邊呢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呢我們最簡單的一個地方 叫預設文件 預設文件是什麼 當我們開啟一台IS的時候 剛有開啟瀏覽器 所以去連線到我們的這個網站的時候呢 當你不打任何檔名 是不是只打網站 網站的名稱或是IP對不對 那它會去連哪邊 去找第一個就是 default 第二個是 default.asp 第三個是 index.htm 它會照這個順序這樣打下來 這裡如果沒有的 它就找不到網頁 你就要自己輸入 網頁的名稱 那個網頁檔的名稱 那我們想說這一台機器呢 我們可以這邊呢開一個瀏覽器 我們這邊呢 你看已經裝好了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是同一個網段 我們可以呢 打一下192.168.88.101 以這樣來講我按一下Enter 好 它呢連到了呢 是我101的一個 default 後面是不是沒有檔案名稱 那沒有檔案名稱 然後去找這12345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12345放什麼地方呢 你可以看一下 在web site裡面可以按右鍵 它一個瀏覽你的檔案入境 你可以點這裡 瀏覽之後你可以看到它開啟檔案總管 對不對 好 在root底下 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ris star ris star 這個圖片 就是這兩個 這一個檔案 跟這個圖片 拋回到圖片檔 好 那你可以看呢 這裡面 有沒有一個ris star 點htm 它找不到default default index index都找不到 它是不是有一個這一個檔案名稱 點htm 這個就是預設的首頁的文件 那如果說呢 index先存在 這個就在它的下一層 然後呢 這個呢 會先找index 好 那我們這邊呢 來做一個很簡單的網頁 放在我們的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瀏覽器 ris的web 它放在的預設瀏覽器的檔案 是放什麼地方 放在C槽底下的 inetpub 底下的是有一個triplew root 在這裡面 這裡呢 就是你網頁要放的檔案位置 當然這是它預設的位置 以後可以改 但是現在目前是放這邊 對不對 它放在C槽底下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各位呢有學過網頁 我們很簡單的呢 用個新增 一個記事本 文字文件 好 再來呢 你看看這個文字文件 是一個.tsd檔 我們一樣呢 開啟檢視 副檔名拿掉 是不是tsd就跑 副檔名顯示出來 tsd就跑出來了 來我們先來做一個什麼 打開來 隨便打幾個字 好 全面的那些呢 一些html html斜線 開始起始 我們可以先不用做 沒關係 好 那這一個最簡單的tag 把一個字型放到 H1的大手 好 我們就來 107支 1 雲 端 雲 端 翻 好 00號 我把它存起來 那這個存起來的時候 是一個 tst檔 對不對 tst檔 那tst檔呢 你可以看存起來 tst檔呢 我們要把它變成html 對不對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名針 可以讓你不要去打 你可以想想看呢 像這樣子 我是不是給它d4.html 是不是它就第一個就抓到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會呢取代這個is start 來我們來改一下 好 D E F A U L t 點 html 把它副檔名後面點tst刪掉 我連副檔名一起改掉 按一下它會告訴你說改掉可能不能讀喔 那因為我們是知道的 好 html格式也是用文字的方式 好 它是不是改成 default.html 這邊 是不是這一個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本來是沒有 沒有打 名稱的對不對 沒有打檔案名稱 你再重新整理一下 好 那它會去抓 原來已經抓過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 我現在把它coby下來 等一下就不用再打一遍 再關起來 重開一下 好 再連到101 IE 好 它會抓它內定的cash 好 那我們再開另外一個IE好了 當然我們可以把它清空掉 好 現在呢 我們用IE 還有IE Internet Explorer 那因為我們沒有裝Chrome 不然用Chrome的話也可以 好 IE裡面呢 你可以點這裡呢 我們去打網址 把它打進去 好 你沒有打後面的檔案名稱的意思 代表呢 它會去抓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去找 第一個 預設文件裡面的檔案名稱 這裡找不到 找第二個 這裡找到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如果這五個都找不到 那它就會告訴你找不到網頁 那如果說裡面當然有檔案啊 對不對 我用個最簡單啊 好 我把Default這個按右鍵 選複製 再複製到這邊來貼上 我給它一個名稱叫 111.htm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然後呢 我是把它按右鍵 去編輯一下 開機檔案 用記事文開 好 我開起來呢 我現在呢把後面 dash 111 表示呢 這個檔案根源呢 是不一樣 我把它存起來 為了顯示不一樣呢 我在前面再打一個 這個 CEN TER 好 這邊呢 我改善的是 111 111.htm 這是一個檔案名稱 好 就是跟原來這個不一樣 好 那你可以從這裡呢 我再開一個網頁 開一個網頁 這個網頁呢 我呢 後面指定檔案名稱 就是 111.htm 就是呢 我要找的這個檔案 有沒有 這一個呢 是沒有指定檔案的 會去找預設文件 所以呢 預設文件那個檔案呢 我們把它稱這個 叫 home page 首頁嘛 你去到 Google 揚護 對不對 你是不是打的時候 網址打完的時候 他就跳出網頁出來了 他又有一個 預設的網頁 那個預設網頁呢 不一定是什麼名字 只要是你的 web server裡面 設定的預設文件裡面的 一個檔案 最上面的那個檔案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所指的home page 就是 讓人家來到你的網站 不打任何的 檔案名稱 所看到的第一頁 叫做home page 首頁 這樣了解嗎 你是不是讓人家來你的網站 打越 越少字越好 再透過首頁呢 去做超連結 讓他連到他想要去的地方 看到他想要去的一個產品 對不對 是不是透過這個樣的模式 所以你要了解 這樣的一個架構 這個叫做home page 那這個home page呢 我們可以講說 是不是叫default 如果default不見了 是不是叫ris start 那我們現在以我們現在目前的環境 是不是default不見了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這個 所以這個是由你去指定的 你說我一一當home page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在這裡做什麼 新增 我現在在最上層有沒有看到 好 來我們先來底下 你看喔 我看這邊 底下這裡有一個 這一層也有一個叫 預測文件 是不是沒有11 好 我們現在回到最上層 好的 預測文件 按新增 111.htm 好 按一下確定 他是移在最上面 對不對 好 移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這邊 我們把網頁再開一個新的 對不對 好 192.101 Enter 有沒有 現在是不是沒有網頁 沒有輸入檔名 他是去抓111.htm 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的檔 這個地方叫做 預設文件的E在這邊 好 好來這邊呢 我們要在我們的 IS Server裡面呢 要新增 新增一個呢 ASPX的 預設文件裡面 能夠呢 讓我們的 IS的Web 能夠去解析我們的點 ASPX的話呢 這邊 我們用 RSE來給各位講 介紹一下 新增角色裡面呢 之前我們在Web Server裡面 在安裝的時候呢 我們選擇第一台 我們勾選的Web網頁服務器裡面呢 我們呢 沒有讓各位去勾選 這個地方呢 你事後如果要勾 就要去選擇這邊 把ASP單內的4.6把它勾起來 那勾起來它所需要的相關 一些程式啊 或者什麼的 它就要幫你一起勾起來才能用 所以呢 這三個不要一起勾 它會自動幫你勾 按下新增 有沒有看到 1 2 3 4 那如果說呢 你以後 寫舊版的 就是ASP單內的3.5 這叫勾3.5 這樣了解一下 那你如果勾3.5 有4.6新的漁板 你就會看不懂 好 這邊呢 勾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按下下一步 開始來安裝 後面呢 都不動它之後 按下一步安裝 好 如果必要 重新啟動伺服器 好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開始呢 進行下一步的安裝 來 安裝 好 這邊裝完之後呢 等一下呢 我們兩台機器 因為呢 我們後面要做的是 兩台負載屏幕 預先講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呢 等一下這邊裝好 所以我們呢 看有了之後 這邊就把它裝起來 那為什麼要一起裝 我們後面會跟各位介紹 好 這個時候呢 已經安裝成功 按一下關閉 好 那我們呢 再來去開一下呢 RS管理員 好 我等各位一下 我把它開起來 我先點到這邊 等一下你可以一起點過來 看一下應用程式器 是不是出了4.5 好 那邊的版本跟那個說明 有點稍微差異 好 但沒有關係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裡面的 預設文件 是不是都有一個D4.ASPX 這是它自己幫你產生的 知道吧 這樣了解吧 好 那這一台機器呢 現在是不是沒有ASPX 我們兩台機器呢 先不要裝 我們來 給各位呢 驗證一下 驗證一下 好 好 我們直接實際驗證就知道了 好 這裡呢 我們再新增一個 把它複製下來 對不對 貼上 我們呢 這個把它改名字叫 111.ASPX 是重新命名 對不對 然後呢 一樣去編輯它 編輯 編輯 這裡呢 用什麼編輯 記事本編輯 這裡呢 是不是ASPX 我們把檔名改一下 ASPX 表示呢 我們沒有做到錯錯的檔案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改成 ASPX 好 隨便打的 就是跟這一頁不一樣的 存起來 我這一個頁面 是不是放在IS1 已經裝完了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裡 你來看一下喔 我現在呢 在這裡面呢 我來打一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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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檔案 文字檔 好 一樣呢 跟剛剛的做法 等下你慢慢做齁 我先做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裡一樣喔 然後我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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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抓不到檔案 不是說你給它一個檔名就可以用了 它要能夠看得懂 這樣東西是吧 它要能夠看得懂 這邊我們等一下再把它裝起來 它就能夠看得到 這邊我們繼續把它裝起來 剛剛的做法是為了確認 讓各位知道一下 你要裝RS裡面的web 當你的程式設計師需要你去裝哪一些東西 它才能夠去run 你就說已經有了已經可以了 我已經幫你加到預設文件了 它還是讀不到 到這邊有多少 找不到檔案啊 那它會跟你在吵啊 是我程式沒有問題啊 是你的位置RS web有問題啊 兩邊是不是在吵來吵去 對不對 這有時候就是你的錯 這是你的錯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呢 依序呢 就把這台機器一樣把它裝起來 好我把一樣的裝的時候呢 盡量把這個管理員給關掉 IS管理員關掉 知道吧 然後呢我們去新增角色的功能 一樣把它裝起來 第二台 好 選到這邊來之後 應用開發4.6打個勾 新增 下一步 下一步 安裝 完成之後呢 關閉 當然這邊呢 來按一下重新增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對不對 現在得到的是102這台 IS的Web 是不是ASPX就可以看得到 剛剛是不是看不到 好我先轉移一下 好前面介紹的呢 我們的IS 已經介紹到呢 我們的副檔名 然後讓你呢 今天如果可以 需要用到ASPX的話 ASP.NET 4.6 4.5的時候呢 好你能夠去解憶它 好能夠去看得懂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並不是呢 去針對它裡面做一個 設定那接下來 就是一些有一些 寫程式的東西 要把程式放進來 但這裡呢 我們要跟各位 繼續介紹的呢 當你IS 程式以外的時候 當你的程式有很多人 當你這個 當你這個網站有很多人 來讀取的時候 對不對 那讀取的時候呢 你這一台 WAVE01 RSE WAVE01 這一台呢 你 負荷不了了 那你是不是 要怎麼樣 要擴充 對不對 那擴充的話呢 你當然 你還要是機器 還要加論啊 做什麼或者一大堆的 當然你如果說 透過虛擬的話 你可以再擴充到兩台機器 這IS2 讓兩台機器呢 那個檔案 是不是都抓一樣的 對不對 然後呢 使用者 我們呢 一般的使用者 是透過網路來連線的時候 我們這台Win10之一 他去抓 有一些人抓1 有一些人抓2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分流 那我們在進行做這個分流的時候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檔案 我連到102 的111 跟連到101 的111 兩個檔案 是不是要一樣 對不對 那你就會有個問題 當我寫完程式之後 我說兩台機器都要丟一次 是不是要再各丟一次 那你今天程式很多嘛 要改很多地方 真的 有一個檔案 有一個檔案沒有copy到 也沒有上傳上去 是不是就發生問題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兩台機器 101跟102 的資料夾 是不是要共用 是不是要共用 不共用就不對了 因為你只要改一個檔案 就好了 你不能讓他改兩個檔案 如果改兩個檔案 就不對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去做一個設定 那基本上呢 我們要去做設定的時候呢 我們講說 這兩台機器 對不對 1跟2 這兩台機器 RS 一開始 你要記得呢 他們兩台 是不是要一樣的功能 一樣的環境 對不對 還有一樣的檔案 不然是不是兩邊 裝的是不一樣 所以這邊呢 如果說呢 他有 他有裝 A10大內的 4.6 這邊沒有裝 是不是也是抓不到 所以呢 是不是我們剛剛前面呢 一開始 就是讓各位呢 是不是都已經做好 兩台機器 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抓著軟體 抓著軟體 是不是都一樣 現在唯一差別就是呢 我們的檔案 這裡的檔案 瀏覽是放在 本機裡面的 INETPUB的 TripleDW root 這裡是自己放在自己家裡 是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說這兩個 是不是我們就要把它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網路的共用的地方 兩台機器同時去抓嘛 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呢 首先你要去特別注意什麼地方 我們是不是有一台 Fire server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一台 Fire server 中間是不是有一台 Fire server放在中間 當你需要的時候 兩台機器是不是都中間去抓 好 所以我們打Fire server 我們的環境 把它改一下 哦 上下左右 哦 上下左右 一放在左邊 二放在右邊 哦 來 Fire server放在右上 可能那一段WINS放在左上 是不是 好 所以你們下面 這樣就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 好 我先登錄到我們的 server Fire server裡面來 好 Fire server我也是登錄到網域 對不對 這裡唯一不用網域的 是不是WINS 因為它是透過瀏覽器來連 這樣就要意思吧 好 好 這更新這個不用用 好 之前是不是讓各位 建了這一個server 這一個 讓我們的clite端去連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建給我們的server去連 知道吧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來練習的時候呢 我們來先建一個 好 現在已經知道了 是不是我們的web 要共用了 對不對 是我們的web的檔案 web 的share 通通小寫 不要碰格 好不好 好 我們是不是要建一個 資料夾 讓他們來共用位置 對不對 好啦 共用位置裡面呢 是不是還有一個位 現在呢 又出現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我這一邊的機器 RSE RSE 我在這裡呢 是不是設定了一個叫做 預設文件 我這裡是一個11 這邊呢 有沒有11 沒有 是表示他們的主態設定是不一樣的 如果今天呢 我在這裡加了一個 是不是這邊要跟著加 是不是就造成問題了 你哪一天 你哪知道裡面的設定有多少 對不對 有一個小步驟沒有勾到 沒有做起來的話 是不是勾門就不對了 要錯一起錯嘛 在寫個字才會知道是錯的 對不對 要對一起對嘛 所以你看我這邊的11呢 是不是現在是有的 這邊是不是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以有的這邊為主要的 是不是最 所以這個是為基本 基礎 或者要以這個為基礎 你是不是都要選一台 選一台呢 你正在運作的是基礎的 這樣容易是吧 那我們現在統一 就用111 第一台 好第一台呢 因為第二台是後面在安裝的 第一台我們是層次寫好啦 都放在這邊 假設我們這邊再來新增一個 各位來跟我們一個 先增一個222 點 ASPX 好 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應該也要有222 對不對 重點是不是這樣子 好啦 那 這一個問題呢 所顯示出來就是 你的主台是不是要共用 設定是不是要共用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我們叫什麼 好 那 在IS裡面的設定呢 也是一個檔案 也是一些檔案呢 組成的 這樣了解吧 它組成起來呢 把一些設定檔去存在裡面 它才能去抓才知道叫設定設定 好 所以呢 在我們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Fire Server 我們是不是 兩邊的主台檔 是不是要抓共用的 所以呢 這一個呢 共用的檔案 就變成第二順序了 本來剛剛講結果論的時候 是不是要第一順序 先把檔案共用 但是在回到前面再繼續講下去的時候 設定檔沒有共用 檔案共用也沒有意義啊 所以要呢 好 我們要再新增一個叫什麼 主台的共用區 C-O-N-F-I-G-S-H-A-R-E 主台的共用 好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兩個共用 這一個呢 是給我們的 設定檔 這一個是給我們網頁放的地方 使用者是來存網頁的 這是給我們的RS去設定用的 好 再來呢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個共用 對不對 這一個呢 是Config 這一個要共用 這要共用誰 我們可以用 共用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呢 用簡單的方式 直接特定人員 是不是給我們Administrator 不給任何人嘛 所以呢 我們是給Administrator 這個群組 管理者是可以讀取 知道吧 我們直接呢 這樣共用 這樣就好 是不是給管理者 是不是共用了 好 WebShare也是一樣 也是給管理者用 所以我只給特定人員 這個管理者 除非你還要新增 知道吧 好 好 共用 共用 所以這兩個資料夾 就已經完成共用了 懂得是吧 好 那我們呢 可以來測試看看 在我們的Web1 IS1跟IS2 可以看一下檔案總管 兩邊看一下檔案總管 我把它放大 你在這裡的快速存取這邊 你可以看到 兩個斜線 192.168.88 這台IP是多少 100 點100 底下 有沒有看到 共用資料夾是跑出來的 是有一個Share1 Web WebShare 跟ComicShare Share1 是不是管理者 是不是也可以連 上次是不是給你做 對不對 U3 U4的設定 但是管理者是不是最高權限 所以 但是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兩個 好 Web 點進去 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我從這裡按右鍵 新增給資料夾 是不是有權限 管理者 好 再看一下我們的 Fire Server去檢查一下 這裡面的資料夾 是不是有檔案 這樣是不是透過Fire Server這邊 有沒有 是不是就連過去了 是不是把檔案丟下來 好 第二台 IS2 一樣可以去做一個測試 192.168.88.100 斜線 好 管結線之後就可以看到 一樣 這邊呢 來看一下ConfigShare 好 一樣呢 新增資料夾 是不是可以看到 回到Fire Server裡面 看一下呢 ConfigShare 是不是有資料夾 我這邊呢 對不對 就可以看到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什麼 再把它刪掉 清空就可以了 他們表示呢 這兩管理者 是不是都可以存取 好 這個地方 好來繼續 來看一下我們呢 已經測試兩個資料夾 都可以連上線之後呢 我們要找一台當主要的 完整的 那我們講說 RSE 是我們主要 一開始已經在工作的 Web 假設他已經在工作了 知道吧 已經都網頁都弄好啦 對不對 都可以去工作啦 外面都在讀取啦 已經在 但是呢 現在很多人存取之後呢 就發生很慢 那我們現在要開另外一台機器 但是這一台呢 要先共用測碳 那共用主態在什麼地方 從最上層 往下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 主態 share 對不對 那 到2016呢 他一直還沒有翻譯 叫做主態共用 2016的時候他翻譯成主態共用 2016到現在目前版本 還是沒 還是寫英文 那我們知道一下 就點這裡 點兩下 點兩下 來 好啦 這裡特別注意一下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這個主態共用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要把主態共用給IS2嘛 但是我是不是要去共用給IS2 是不是要先把我自己的主態線匯出 把這個主態檔呢 放到我們的這一個 computer的資料夾 兩邊再同時去抓他 第一個步驟是不是要把這個主態書丟進來 對不對 然後呢 兩台 兩台呢 再去抓他 兩台再去抓他 對不對 這主態就會一樣了 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要先匯到檔案匯台這邊 兩台再去抓他 這樣了解吧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匯出 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我會拿 拿這一台機器 IS1 已經在工作的 他的主態最正確的 對不對 有1.hpx 有22.hpx 所以設定檔 是不是都設好了 第二台是不是沒有 那沒有你匯進去 是不是 是不是要再重做一遍 所以我們拿的是 已經有在工作那一台 當主要的 好 好在Convict這邊 share的共用主菜這邊呢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叫 匯出主菜檔 來 我們要先點匯出 才可以去共用 再可以去用他 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這一台 你要聽清楚喔 我是拿這一台當範本來匯出 對不對 好匯出 好匯出到什麼地方 這是不是一個路徑 你可以呢 點一下 匯出來看看 欸 這裡的路徑我們是不是要放在 這台機器上面 是點100的機器上面 這裡沒有讓你 沒有讓你選的100啊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做什麼 自己檔 知道吧 自己檔 192.168.88.100 的 有沒有看到 什麼地方 是要放在 我們的convict 這個share這個資料夾 是不是指定等一下匯出檔要放到這裡來 對不對 好 要匯出檔要放到這裡呢 但是呢 這個資料夾是不是要有權限 在IS呢 它也是一個獨立權限 知道吧 當它在匯出的時候呢 它不是用你的windows的權限喔 好 它是用什麼 獨立權限 所以你這邊要有一個 要連線 連線是誰來連 是不是 WDA WU 88 的 automitator 知道吧 然後呢 這個帳號的密碼 是不是要先設定給它 它是IS的序典 剛剛我們是用檔案總管 是用Windows Server裡面的權限 知道吧 但是IS 它把權限獨立開來 跟你的Windows不一樣 所以你呢 雖然是一樣的名字 你要再重打一遍 好 打完之後按下確定 是不是 要登入這個帳號 這個資料夾 是不是有個帳號在這裡面呢 知道吧 好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 底下的 有沒有看到底下這裡 這兩個地方 這個呢 是因為這裡面匯出的一個檔案 要去抓它的時候 是不是 如果不小心檔案被抓走了 有沒有 你知道 那你是不是 就被拿去用了 那你還要再做一個 驗 禁藥 禁藥的密碼 再做第二層的密碼保護 知道吧 所以呢 這裡還要再做一個密碼保護 好這個密碼保護呢 當然這個比較 它呢 我們用 你用 你用EQAD打打看 我們原來的密碼 好 這是我們用原來的密碼對不對 好 按下確定 它就告訴你的密碼的規則不對 好 混雜度不夠 不夠安全 這樣知道吧 所以它要你呢 重新輸入一次 所以這密碼要比較複雜一點 好 那我們的做法是怎樣 第一排 不要按shift 直接EQAD 來 不要按shift EQAD 第二排按shift 2WSX 這樣可以嗎 好自己記得哦 EQAD shift按著2WSX 它有英文有數字 有符號通通有了 有八個字 你如果不要跟我一樣就自己要記得 知道意思嗎 好 好來 好了之後按下確定 好 它就完成了會出 有沒有看到 這裡的檔案是跑出來了 好這個會出功能就完成了 所以呢 檔案就跑到這邊來 這樣下去是吧 好 那首先呢 我第一台 這台機器呢 RSE 對不對 我是不是要去使用這一邊的檔案 這裡打勾就是使用它 知道吧 現在這裡的檔案是不是在它本機裡面有一套 懂不懂 它是不是這裡會出去的 所以在它的本機已經有一套了 所以你這個如果沒打勾它是用本機的 所以你這樣是看不到本機的知道吧 你要這個打勾之後 它才會去用遠端的這個位置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去做什麼 打勾一下 打勾一下 好 來打勾 我是不是要去連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一樣 你看點這裡 有沒有讓你打 找不到 對不對 所以呢 一樣呢 是用輸入的 192.168.88.100 好 這個位置是要找這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不是 這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有沒有 是不是這個位置 是不是這個位置 裡面是不是這三個檔案 對不對 好啦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使用者 連到這裡的這個路徑 是不是有一個管理者 剛剛是匯出的 要匯出的權限 現在是不是 要讀取的權限 讀取是誰 是不是 是不是 WDAWU 88 底下的 AD MIMI STR AT OR 密碼 是admitriated的密碼 對不對 這裡呢 是不是要打兩次 一樣是admitriated的密碼 是這一個的密碼 知道嗎 這一個的密碼 好 再打一次EQ AD EQ大寫AD 2W大寫SX 是不是 這樣子是不是 這個是在登錄 使用 這個資料夾的權限 大家知道吧 好 他現在能夠登錄到這個資料夾 能夠看到他了 之後呢 我們按一下套用 又跳出一個密碼 這個密碼是要能夠讀取這個檔案的權限 懂得是嗎 剛剛是不是有一個驚訝 就是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密碼 好 我們把第二個密碼 EQAD 不按shift 2WX他按著shift 知道意思嗎 是不是可以讀取的檔案的權限 第二層 這是第二層 這是第二層 好了之後按一下確定 可以嗎 確定之後 他是不是告訴你 誒 這樣的一個說明 表示呢你的時間 已經做好 你已經把你的 已經連線到這一個呢 convict share 裡面呢去抓取的一個檔案了 設定值就指向他了 好 然後你要重新啟動一下 好 這裡是變更已經儲存了 所以呢我現在呢 好來看一下 這裡變更已經儲存之後呢 我按把它關閉 知道吧 已經儲存之後我就關起來了 我再開一次了解吧 再開一次 再開一次 然後呢 我們再進來看一下 這裡的 share convictation 主態 你們是不是有打扣了 請你不要打扣拿掉 知道吧 現在是不是都共用這個了 來第二台 請各位呢 自己試試看 把它 請問這一邊 要不要做 匯出 要不要匯出 給我回答 要不要 對 你如果匯出 是不是放同一個地方 把它蓋過去了 對不對 一些已經有了吧 所以就不用匯出了 來這個地方你去勾一下 這個地方我停在這裡 自己做 怎麼做 裡面就幾個欄位 你自己看看 怎麼做 多年 太適合 沒有 進去 後 我們 這個地方 整理 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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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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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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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